快点过来 我们等你 希希 你家小三孝希希地说道 然后一招手 带着其他她的姐妹离开了 这女孩子 吴凡真有一些无语了 她摇摇头 脸上还带着笑容 这些女孩子就像自己家里人一样 其实也挺好的 一家热热闹闹的 穿好衣服之后 吴凡就走到了他们的房间 过去之后 小雪和林依也都特别高兴 一口一个姐夫 一口一个小吴哥 丝毫没有什么别扭 吴凡和大家坐在那里 开始了聊天 三个女人一台戏 现在这么多的女人在场 叽叽喳喳的 好不热闹呀 还好 大家只是开心地聊聊天 虽然气氛略有一些暧昧 但是你家三姐妹 也没有做出什么过分的事情 兴奋地聊了一会天 可能是酒精上来了 你家小三和饭水兵没有多久 就去睡觉了 紧接着 小雪和林依也是直打哈欠 吴凡小声地跟他们俩说道 好了 不影响你们休息 我过去了 嗯 姐夫 晚安 林依甜甜地说了一声 看着吴凡的眼神充满了崇拜 这个男人真正派呀 和这么多的女孩子聊天 也没有开一句过火的玩笑话 要是别的男人 有这么好的机会 怎么这都是动心思 吴凡因为昨晚喝醉了酒 所以早上还睡过了头 平时一般六点就起床了 今天已经八点了还在睡 家里面 温敏和孟姜美已经去了药材基地 饭水兵也去了工地 小雪和林依陪着杨令夜去散步去了 其实也就是游山玩水 而你家三姐妹比吴凡还要醉 所以此时此刻依然在睡大觉 吴凡 吴凡 就在吴凡刚睁开眼 就要起床时 却突然听见外面有吴小辉在叫喊 我在楼上 马上就下来 吴凡对着窗户叫了一句 吴小辉是村里的治安员 一般没事也不会找吴凡 所以吴凡第一时间就是担心 公司或者是村里又出什么事了 三下午除二穿好衣服 吴凡就从楼上冲了下来 啊 是你 当看见吴小辉的旁边站着一个男人时 吴凡有一些诧异 他真没有想到 昨天被威哥手下欺负的那个中年男人 会找上门来 这个中年男人两手提着不少的东西 见到吴凡后 非常激动地说道 恩人 我是专程来感谢你的 这是我给你家里老人买的一些东西 还请不要嫌弃 那么客气干什么呢 来就来吧 还买什么东西 这十公里的山路 真是辛苦你了 无妨赶紧把东西收下了 不辛苦 不辛苦 要是没有你的仗义直言 并且伸手不凡 我和我老婆只怕现在不是死了 就是流浪街头了 中年男人眼眶红红地说道 哦 没事 没事 进屋 进屋坐 吴凡热情地相邀 然后又对吴小辉说道 好了 小辉哥 这里没事了 你去忙吧 吴小辉应了一声 就要离开 起料就在这时 另一个治安员王国君快步跑了上来 气喘吁吁地说道 吴凡 有几个身份不明的男人找你 不肯说出身份 说见到你才说 他的话刚说完 就有一个西装男人 带着六个镖形大汉走了过来 吴凡冷眼扫视一眼 暗运内静 做好了随时出击的准备 你们还不放过我吗 竟然追杀到这里来了 就在这时 旁边的中年男人神色大害 指着西装男人说道 吴凡发现他的身体都在哆嗦 马上就明白了 这些男人可能正是 填为地产公司的人 前天已经和姜薇谈好了 以后不能再找 中年男人夫妇的任何麻烦 这家伙 才过了两天 居然就又派人追杀 还杀到桃园村 杀到自己面前来了 实在是太过分了 吴凡冷冷地说道 他现在是我的客人了 如果你们敢动一下 我让你们喂老虎 没有想到的是 西装男人带着六个标形大汉 直接跪在了地上 西装男人一边磕头一边说道 吴大哥 我们不是来打找他麻烦的 只是碰巧在这里碰见他 我们是奉威哥之命 专程来感谢你的 感谢你前天的不杀之恩 并且还救活了 威哥的母亲 这里 这里有一张 一亿的银行卡 就是威哥的心意 说着的同时 他掏出了一张银行卡 双手举起在头顶 非常的恭敬 误会了 无凡看看他们 又看看中年男人 心里也想着 威哥真要报复中年男人 何苦跟踪到这里来呢 在外面就有大把的机会 来感恩的 不要害他 大叔 吴凡对中年男人笑了笑 哦 中年男人 长叙了一口气 起来说话 吴凡对那几个人 做了一个请起的手势 吴大哥 你不收下银行卡 我们是不敢起来的 因为威哥会说 我们没有完成任务 还请你先收下 西装男人一脸期待的 看着吴凡 哈哈 真有意思 还有求着别人收钱的 就在这时 吴凡的身后 传来了你家小三的笑声 给我 有钱不收是傻瓜 你小三笑嘻嘻地伸手 一把就把银行卡拿了过来 然后对吴凡说道 吴凡 你就是太老实了 有些难为情事吧 我来帮你收呀 这肯定是他们公司 欺压百姓得来的 收了他就是劫富济贫了 西装男人 看看你小三 又看看吴凡 显然一时之间都不知道如何应对这样的事情 好吧 小三 吴凡倒也爽快 直接说道 小三 他们说 这银行卡里有一个亿 那就给你们三姐妹 作为你们的科研和设备 制作经费 研发出更加多适合我们桃源村乡村旅游的东西来 怎么样 可以呀 你放心吧 只有你想不到的 没有我们做不到 说吧 还想要什么 你家老大一脸自信地说道 嗯 这样吧 除了有空中飞行器之外 我还想架高空轨道 让游客在半空中坐火车一样浏览桃源全景 然后又还可以像过山车一样 享受刺激 吴凡随口说道 这件事的灵感自然是那天胡姬花所提的 太好了 那我们马上去研制了 你们聊 我们走 你家小三对着两个姐姐挥了一下手 然后三个人就兴奋地往公司冲去 这时 吴凡才说道 好了 钱收了 你们起来吧 西装男人这才带着兄弟站了起来 并且随吴凡进到了家里面 吴凡给美人泡了一杯茶喝 然后也坐下来 陪他们聊一会天 喝了一口茶后 西装男有人一些夸张地说道 吴大哥 你家的茶叶真好喝 是哪里买的呀 要几千元一斤吧 哪里 吴凡摆了白手道 这是我家山上老茶叶树上的 是吧 难怪味道那么好 入口有骨淡淡的苦味 但是回甘很好 是我所有喝过的茶叶里面最好的 西装男人毫不掩饰自己的仰慕 是吧 既然这样 待会给一斤给你带回去 无法很是大方 家里有老茶叶数200颗 妈妈一年都要晒干茶叶20斤呢 一家人喝足够了 谢谢 谢谢 这是一千元钱 我向你买 西装男人主动掏出了钱 我们也买一斤 六个标型大汉也掏出了钱 一脸激动的说道 这茶叶实在是太好喝了 啊 你们都要呀 那我真的没有办法白送了 吴凡挠了挠头道 我们家的基本上只够自己家喝了 因为三个老人都喜欢喝茶叶 如果你们实在要 我联系一下别人家有没有吧 不过也只要五十元一斤就可以了 我们这里去市场也只能卖这么多 啊 才五十多 西装男人一脸震惊 这么好的茶叶居然只卖五十多呀 吴大哥 我们也经营有茶叶店 品牌不少 我感觉到吧 这个只要我们稍微操作一下 卖一千五一斤都没有问题 这样吧 你让桃园村人把所有的茶叶都卖给我们 一千元一斤 并且以后的春茶和秋茶都卖给我们 怎么样 这不会也是你们威哥要感恩的一种方式吧 吴凡都有一些疑惑了 按说这茶叶是非常的不错 吴凡自己就非常喜欢 西装男人等人喜欢也就不足为奇了 可是他们没有必要主动开那么高的价钱呀 这不明摆着就是送钱吗 不过西装男人却说道 吴大哥呀 不瞒你说 我叫李刚 是天威地产公司的经理 我自己开了茶叶公司 这次的茶叶是我个人的行为 和公司和威哥都没有关系 我对茶特别有研究 真的 你们的桃园茶是上上等的茶叶 我一千元收你们的 一斤赚五百没有问题 既然是你们的茶叶 我当然不能昧着良心太低价收了 是吧 那倒真不错 你确定有多少要多少 按一千元一斤收吗 吴凡点了点头 很是欣赏对方 看来经历了威哥的事件 天威公司的人都知道怎么做人了 肯定 我现在就让人把代现金上来 一手钱一手货 绝不拖欠 李刚说得非常干脆 行 吴凡对几个人说道 那你们先喝喝茶 我打一个电话通知一下 吴凡说完就打了一个电话 给村长刘天生 刘天生一听有这等好事 激动的声音都有一些发颤 哈哈 真是没有想到 吴凡 我们桃园村沾你的光了 真正的时来运转了 以前去市场上卖 五十元一斤都卖不出去 今天总算是碰见董的 赏识桃园茶叶的人了 行 我马上回来用广播通知 顺便把我们家里的 三十斤茶叶都卖给他 太好了 在吴凡打电话的同时 西装男人 也就是天威公司的经理 李刚也在打电话 似乎就是在叫对方 带钱上到桃园村来 刘天生在药材基地跟温敏 说了有人收茶叶的事情 温敏很是爽快的说道 你们都回去吧 卖完了茶叶再回来就是了 没关系 耽搁不了太多时间 好好 谢谢温经理 村民很兴奋地说道 然后他们就一窝蜂地冲了下来 在桃园村 可以说是地广人稀 很多人的房钱 屋后自古就种了不少的茶叶树 我们去村委会 村民会把茶叶送到那里 吴凡听了广播后 对李刚等几个人说道 见中年男人一个人在家 吴凡想了一个说道 大叔 你和我们一起去吧 然后中午在我们家吃饭 行 行 跟你们去 中年男人自然应允 客随主便呀 到了村委时 已经围了不少的村民 大家有都急于想知道 是谁能够花一千元一斤来收自己的茶叶 看来这个人要不是脑子有问题 要不就是吴凡的面子太大了 他们等于是给吴凡的村民送钱来的 看见吴凡到了 村民一个个都非常激动地向他打招呼 这是我们村长 吴凡向李刚引荐了刘天生 其他的也没有多说 你好 你好 李老板 刘天生非常客气 村长 你好 现在开始收购吧 李刚对刘天生也是非常客气 一边说着 一边掏出香烟来发了一圈 太好了 我们家三十斤 那岂不是有三万元钱 村长老婆康妮在李刚他们撑了自己的茶叶后 兴奋地两眼发光 对 三万元钱 婶婶 以后每年的茶叶都卖给我们吧 包括春茶和秋茶 只要你们能保持这种工艺和质量 价格不变 李刚非常随和地说道 此时此刻的他 已经不像是那个暴力的天威地产公司的经理 而是一个随和的生意人 懂得尊重别人 好好 这么高的价钱 我们不留给你来收 那我们是傻瓜了 至于质量 你可以放心 我们桃园村人是非常实在的 绝对不会因为有人收就偷工减料什么的 嘻嘻 康依自然连声应成 旁边的人也都兴奋地笑着 一个小时之后 就把大家的茶叶都撑完了 李刚对大家说道 我叫人送钱过来了 还在路上 大家在家里等一下 钱一到就给大家 现在我让我的六个兄弟先把茶叶挑下去 大家没有意见吧 村民听了他的话 大家你看着我 我看着你 显然是有一些不情愿 最后大家的目光都落在了吴凡的身上 村民的意思是 你吴凡说了可以就可以 而李刚的意思 自然是吴大哥 你就帮我说一句好话吧 吴凡笑了笑 说道 大家放心吧 我能保证他会把钱送过来 让他们先挑走吧 好好 有了吴凡的这一句话 就可以完全放心了 村民顿时觉得一身轻松 在等人送钱过来的这段过程 李刚提出到村里到处看看 吴凡自然同意了 吴凡并没有去陪他 毕竟这个李刚 以前可是和姜薇做了不少恶 现在是不是真的懊悔 还要多观察一番 一个作恶的人 是不值得自己陪他在桃园村参观的 倒是那个中年男人 吴凡还一直在陪着他说说话 对了 就在这时 中年男人指着村委会的门口说道 你们这么山的一个村 而且看上去也是非常穷 怎么还要招人吗 吴凡看了看 原来是赵永乐贴的 在村内招养老中心 服务人员的招聘广告 于是就跟他说了一下桃园村要建养老中心的事情 是吗 听了吴凡简单的介绍后 中年男人似乎特别激动 太好了 恩人呀 不瞒你说 我曾经是一个医生 因为院长多家为难 一气之下我才辞职不干的 而我老婆是护士 在医院认识结婚的 看见我不干了 就也辞职了 后来做生意什么的都不顺利 所以越混越差 既然你们需要招有护理经验的两个人 不如我和我老婆来吧 男的我来护理 女的我老婆来护理 啊 吴凡有些意外的看了中年男人一眼 有些惊讶 没有想到原来你是医生呀 只是我们桃园村的老年人 可能看上去有些寒酸 你真的愿意照顾他们 是的 恩人 一方面 你救了我们夫妻俩 维护了我们这个家 所以你是我的恩人 你的村民也就是我的恩人 我们就算是报答吧 所以一定会尽心尽力的来照顾他们 让他们虽然没有子女在身边 却好像有亲生儿女一样 幸福地度过晚年 中年男人非常坚定地说道 吴凡非常高兴 马上招手把在另一边聊天的赵永乐和刘天生叫了过来 对他们说道 赵局呀 你在县里发出的广告招到了人没有 还没有呢 现在了解桃园村的人还是少了一点 大部分的人还停留在桃园村偏僻贫穷落后的印象上 不太愿意来 不过吴凡 你放心吧 这是我一定会办好的 赵永乐略有一些尴尬地说道 这样的吴凡 马上把中年男人的想法说了出来 这样呀 求之不得呀 先生 怎么称呼你呀 赵永乐非常高兴 主动朝中年男人伸出了手 我叫钟明 你好 赵局是吧 以后多多关照 中年男人客气地说道 钟明 钟医生 很好 很好 你真的愿意到桃园村来工作 而且还是照顾一些老人家 赵永乐非常直接地问道 恩恩 恩人替我们做主 要到了一笔补偿 我们现在已经不用为钱发愁了 所以现在只是为了情怀 为了感恩 只要是恩人哪里有需要 我就去哪里 不管做什么工作都能应付 何况我和我老婆本身就是照顾别人的 一定能胜任 钟明非常坚定地答道 好好 那就这样定下来了 我们的养老中心 护理身体有问题的老人的任务就交给你们了 什么时候可以来上班 赵永乐非常爽宽 他同时也非常高兴 正在为找不到人而发愁呢 就有人主动提出来了 这就好比是想要睡觉 就有人送上枕头呀 我随时可以来上班 我老婆就要等出院之后才能来 行 钟医生呀 那就保持联络 我通知你们来时就要来 因为我们要给你们先解决吃猪的问题 才能让你们来上班 其实现在就有人需要照顾 照局 没事的 你随便给我们找一个地方能摊下一张床就行了 我习惯了清平的生活 钟明有一种急于报恩的表情 吴凡 你怎么看呢 赵永乐只好看见吴凡 连刘天生也是一脸期待地看着吴凡 他们都觉得 什么事到了吴凡这里 就绝对不是事 很快就能解决 果然吴凡想了想后说道 钟医生呀 这样吧 你老婆那里也需要人照顾的 我估计她至少要住院半个月的时间 你半个月后过来吧 也就是7月1日过来上班 那时修路的工人撤了 你就住在他们现在的宿舍 被褥等生活用品 厨房等都是现成的 行吧 行 行 一切听你们的安排 钟明非常爽快地答应了 好 好 既然这样 中午我请你吃饭吧 吴凡 村长 一起去 赵永乐高兴之下 主动发出了邀请 哈哈 你不请示一下呀 这个家你还做不了主 刘天生笑嘻嘻地拍了拍 赵永乐的肩膀说道 放心吧 美玉都听我的 再说呢 能请到吴凡和村长 还有钟医生去做客 家里都有面子 他们还会感激我呢 就这样说定了 我待会就回去做饭 赵永乐一脸幸福地笑道 行 行 那就这样定下来了 刘天生道也是随意 反正他看见吴凡没有反对的意思 就知道吴凡也会听自己的 在赵永乐离开后十分钟左右 李刚也回来了 他走到吴凡的身边笑了笑 然后一脸好奇地问道 吴大哥呀 你看见你们河边有一户人家那里 旁边有一大块空地 用石灰划了许多县 似乎是要搞大工程的样子呀 呵呵 不愧是做地产生意的 看见石灰县就知道要搞工程 吴凡开玩笑地说道 哪里 哪里 因为你们那县划得比较明显 对了 你们桃园村 这么山的地方 还能有这么大的工程 是要做什么的呢 李刚还想进一步了解 吴凡想了想 没有对他隐瞒的必要 于是就直接答道 那是我们规划中的养老中心 准备建100栋独门独院 每栋都是100个平方 高两层的别墅 然后所有的别墅 构成一个园林般的单位 组成我们的养老中心呢 养老中心 李刚顿时瞪大了眼睛 你们村有什么高级别的人物吗 我知道连城市里的养老院 都特别的寒碜呢 还什么园林式的 想都别想了 大人物倒没有 不过很多留守老人 一个人生活 非常的凄凉 所以吴凡想着让他们 相对集中的生活 免费由专门的人照料 这是一个超级大的公益事业 只有我们吴凡 才有这么博大的气魄 刘天生非常赞赏地 看着吴凡说道 哦 原来是这样 佩服 吴大哥 你真厉害 自从前天见到你后 我就感觉到了 你这个人不是凡人 没想到在这样的小山村 你已经开全国之先河 要建免费养老中心了 养老为题不仅是农村 就是在城市里 也是一个很难 也根本没有解决的 超级大的社会难题呀 厉害 李刚由衷地说道 并且还对吴凡鞠躬 过奖了 每个人都有老的时候 看着有些老人没有照顾 病了死了都没有人知道 心里实在不是滋味 所以才有这个想法 希望以后能顺利地坐下去吧 吴凡倒是比较低调 吴大哥呀 你们的养老中心 建筑师工找到了人没有 要不 把工程包给我们的吧 李刚突然两眼放光地说道 似乎是突然想起了这个问题 M G R Micron Gamma G 看吧 生意人就是有眼光 随时随地地训能发现商机 不过 我们可不敢把工程给你们 怕你们偷工减料和强拆 吴凡开玩笑地说道 那是我们的错 威哥说了 以后绝对不会再犯同样的错了 李刚颇为尴尬地苦笑道 行呀 我们可是立国立民的工程 绝对不允许为了赚钱还偷工减料 甚至搞出豆腐渣工程 你们要是能做到这一点 可以考虑 到时候参加招标吧 这是由赵局全权负责 嗯 我打一个电话给威哥 李刚随即走到一边去打电话了 而吴凡和刘天生就在随意地聊天 大约五分钟后 李刚脸色通红 非常激动地走到了吴凡的面前说道 吴大哥呀 威哥说了 桃园村的养老中心就由我们来建筑和装修什么的吧 保证完全按照图纸施工 并且接受监理单位的监工 而且我们威哥还说了建造桃园养老中心的所有材料和人工费 全部由他负责 不要你们村里出一分钱 什么 什么 刘天生怀疑自己的耳朵出了问题 一脸狐疑 瞪大眼睛看着李刚问道 你说什么 你们老板要完全免费来帮我们建养老中心 连材料也都由他免费提供 他傻了吗 不傻 就像吴大哥建养老中心 是为了回报村民 为了情怀 我们威哥也是 他有钱 不在乎钱 他也是为了情怀 为了报答吴大哥 才这样做的 材料什么的完全按图纸提供 绝不减少一分钱的投入 所有的开支 他承担 他说还请吴大哥能给这个机会 李刚非常真诚的说道 啊 还有这么好的事情 吴凡 是真的吗 刘天生还是有所怀疑 毕竟建这个养老中心 也不是几十万元钱就能搞好呀 估计都要上亿元的投资 是真的 我让威哥亲自跟你们说吧 李刚见吕被怀疑 情急之下 就把打了姜薇的电话 并且是按的免提 威哥 吴大哥就在我身边 你亲自跟他说一下吧 李刚先做了一个开头 好 好 吴大哥 吴大哥 那边的姜薇马上讨好般的叫了起来 你好 身体怎么样了 吴凡随意的问道 哦 医生说死是不会死的 但是会留下残疾 不过你放心吧 我不会怪你的 这都是我自作自受 那边的姜薇笑着说道 不过 吴凡却听出了他 这是抢颜欢笑 从他说话的语气和速度听出来的 毕竟哪一个人都不愿意身体出问题 特别是他这些有钱人 谁不想好好的过日子呢 别客气 前提之一就是你以后 务必不能再作恶 我只帮助善良的人 明白吗 明白 吴大哥呀 我决定了 以后我们天威地产公司还是做地产 但是以保本为目的 绝对不赚一分钱 也就是说免费建房子给大家住 就当是做善事 来弥补我的罪孽 那边的姜薇急切地说道 哦 这么说 以后我们天水县的百姓 可以买便宜的房子了 吴凡倒有一些意外 真没有想到姜薇改变得那么快 那么主动 那么彻底呀 是的 实话跟你们说 以前我一平米赚的钱至少要翻倍 比如 现在卖两千元一平米的房子 我要赚一千 所以以后市民只要一千元就能买到房子了 什么 我的天呀 直接降价百分之五十 吴凡听了后都特别的激动 一边说着一边还小声的 对旁边的刘天生说道 以后县城买房要便宜一半呢 刘天生也是顿时两眼放光 直接降价百分之五十 真是前所未闻呀 是的 那边的姜薇非常坚定地说道 我就是这样想的 不过 还有一个想法 不知道吴大哥会同意吗 什么想法 你说出来听听 吴凡很自然地应道 他现在对这个姜薇之错能感 已经是非常满意了 这样的 我在实行成本价卖房前 想把天威地产公司送给你 过户到你的名下 以后就以你的名义造福百姓 可以吗 姜薇很是期待的语气问道 啊 不 不用 威哥呀 我这个人很低调的 不想抛头露面 这样吧 既然是有利于百姓的事情 你就大张旗鼓地去做 这样也会有利于让百姓改变 对你和你公司的看法 这事就是这样定了 无凡坚定地拒绝了 别人的东西 怎么能随便要呢 刚好这时 一个大汉背着一个大包 汉流加倍 气喘吁吁地上来了 在他的身边 还跟着桃园村治安园王国军 王国军大叫道 吴凡 他说是来送茶叶钱的 我们一直跟着他过来的 对 对 就是我的人 李刚跟吴凡说了一句 赶紧迎了上去 这是吴大哥 李刚上去的第一件事 就是对那个兄弟眨了眨眼 还好 那兄弟也不是傻瓜 赶紧对着吴凡鞠躬道 吴大哥好 请多多关照 客气 客气了 请随意 吴凡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看见送钱的过来了 村民马上就围了过来 有钱领了 谁能不高兴呢 婶婶 晚上和天生书好好的喝一杯 摘茶叶 辛苦了 看见村长老婆康尼捧着三碟百元大钞 笑得和不拢嘴时 吴凡开启了玩笑 对 对 辛苦了 我们要犒劳一下自己 对了 吴凡 你一起来 晚上到我们家吃饭 好好聊一聊 康尼大方地回应道 他是实在是太高兴了 就吴凡失踪 三个月回来后的这两个月内 他已经赚了以前几十年都没有赚到的钱 可以这不夸张地说 已经是步入小康生活了 想想就激动呀 啊 不好吧 无法还想客气一下呢 不过村长刘天生直接一掌拍在了他的肩膀上 笑道 怎么了 能赚钱了是吧 连我这个村长都不放在眼里了 我请你吃饭是给你面子呢 你居然还拒绝 我好歹是官员 你政商关系不搞好的话 我分分钟可以卡你的 别别 高官 别害我 我晚上来吃就是了 反正有吃不吃是白吃 吴凡举起手 装作有些害怕的样子说道 哈哈看见两个人那么开心 旁边的人都大笑起来 半个小时之后 三百多万元的茶叶款 就已经由各户领走了 领美玉家的是他的公共吴大国来领的 基本上也是领在最后 捧着两万多的钱 吴大轩激动的胡子都在抖动 对吴凡说道 吴凡 存长 还有钟医生 快点过去 马上就要吃饭了 这么快 吴凡看了看时间 才十二点钟呀 农村里吃中饭一般都要一点钟呀 哦 永乐和美玉一起在搞呢 两个人很开心 配合的也默契 所以动作快 和喝吴大国一脸的得意 那就好 那就好 吴凡随即对李刚说道 这是吴大叔 我们一起去他家里吃饭 谢谢 谢谢 李刚非常客气地朝吴大国点头打招呼 别客气 你是老板呢 我们的茶叶以后就靠你了 再说了 你是吴凡的朋友 就是我们桃园村的朋友 哪一家人都会热情地接待你的 走吧 跟我走 吴大国笑嘻嘻地走在了前面 吴凡和刘天生让钟明及李刚走在了前面 他们两个人在后面 一路上有说有笑的的来到了林美玉家里 来了 来了 快进屋 林美玉看着见过来了 手在围裙上擦了擦 赶紧给他们倒茶 而赵永乐听见外面的动静后 也马上从厨房跑了出来 掏出烟来给几个人敬上 男女搭配 干活不累呀 赵菊 那么快就搞好饭了 刘天生点上烟 很羡慕地在赵永乐的肩膀上拍了拍 哪有呀 都是美玉厉害 做事麻利 我只是打下手 你小子有福气 有机会娶到美玉 这么漂亮又能干的女人 刘天生还在本能的赞赏 存长 我们还没有结婚呢 不过旁边的林美玉 却似乎有一些难为情说了一句后 不安地看了吴凡一眼 然后赶紧转身离开了 虽然现在她和赵永乐成亲 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 公公和婆婆也越来越喜欢这个 比自己小不了太多的女婿 但是她的心里却始终有吴凡的影子 无数次 看着赵永乐 她心里都在想着 要是这个是吴凡就好了 可惜的是 自己是一个寡妇 在吴凡没有和林妙结婚前 并没有和她有深层次的交往 而当喜欢上她时 她已经是有夫之夫了 有些事情 一旦错过了 就是永远错过了 虽然她也能想通 可是在吴凡面前 还是不想表现出和赵永乐太好了 听见刘天生和赵永乐开玩笑时 居然有一种对不起吴凡的感觉 在她的潜意识里 自己就是吴凡的人 不管她有没有结婚 不管她有没有和自己亲密接触 自己都已经属于她 至少在精神层面上是属于她的了 在吴凡和几个人坐下喝茶后不久 赵永乐和林美玉就把饭菜都端上桌了 当看见赵永乐拿上桌子的居然是两瓶上天仙酒 李刚有些目瞪口呆 不自觉地说道 啊 你们这里还能喝上这种果酒呀 我一直以为 桃源村是最贫穷的地方呢 吴大国似乎喜欢这种直爽的人 笑着答道 要是在以前呀 这种酒我们想都不敢想 但是有了吴凡之后 我们成香地喝 看见没有 在那里 他一边说着 一边指了指房间 整齐摆着的五件果酒 很是骄傲 不错 不错 吴凡是真的厉害 实境呀 李刚由衷地说道 看着吴凡的眼神 也确实更加充满了敬佩 通过今天的桃源之行 他更加感受到了 吴凡是一个不平凡的人物 功夫好 一个人就能在重重包围之下 打上威哥 医术神奇 能让已经死了的威哥 母亲起死回生 然后就是发现 村民都对年纪 轻轻的吴凡非常敬佩 把他当成神一样的人物了 别客气 这是自然发展的规律 社会总是要往家发展的 不是某一个人的功劳 吴凡谦虚地摆了摆手 好了 都别谦虚了 来 喝酒 刘天生大大咧咧地说道 然后亲自给大家倒上了酒 吴大国作为主人 端起酒杯 很激动地说道 今天吴凡和村长来我们家吃饭 还有李老板和钟医生 我们家真是蓬毕生辉呀 来 大家一起喝一杯 喝 喝 众人举杯 开始了中午的酒宴 席间 谈到了天威公司 要免费施工桃源养老中心的事情 赵永乐在感觉到惊讶的同时 也对天威公司有了好感 于是饭后 李刚就跟赵永乐说道 赵菊 只要图纸一出来 马上复印一分给我们 我们就可以提前准备相应的材料等 当你们村的水泥路 开通的那一天 我们就正式施工 行 就这样愉快地决定了 赵永乐自然是乐见其成 吃过饭后 大家又继续聊了一会 然后就把李刚和周明都送走了 送走他们之后 吴凡和刘天生及赵永乐 还站在那里聊天 规划着桃源养老中心的事情 不好了 不好了 吴凡刚转身要回家时 突然身后传来了一道男人 有一些惊恐的声音 吴凡和还没有走多远的刘天生 赶紧回头 见到是一个一身泥的修路工人 跌跌撞撞地冲了过来 发生什么事了 吴凡赶紧问道 出 出事了 我的同事都 都掉进了一个深不见底的山洞里了 就 就我一个人刚好在另一边 躲过了一劫 修路工人有些结结巴巴地说道 啊 在什么地方呀 吴凡和刘天生同时回到 就在枫树楼那里 修路工人喘着粗气说道 你带我去 吴凡马上做出了安排 天生书 你通知在家的村民 赶到枫树楼去救人 对了 家里有那种扯鼓绳的兜带去 话音刚落 吴凡就朝枫树楼冲了下去 枫树楼是靠近村里的一个地方 离村庄就只有一公里左右了 也就是说 林海路桥公司的工程已经大部分完成了 就剩下村子里面这一节了 只要把路基搞好了 到时候铺起水泥来 就很快完工 所以吴凡不到四分钟 就感到的名叫风树楼的那个位置 啊 到达现场后 吴凡身体一震 暗叫不好 只见在路的边上 居然出现了一个二十几平方大小的洞口 隐隐约约还有一阵阵白气在生腾 怎么回事 吴凡小心地走过去 他在洞口看了一眼 虽然他在山洞三个月 视力已经非同寻常 可还是没有看见幽黑的洞里面的情景 有人吗 有人吗 他只好扯着嗓子叫了起来 我也叫过了 没有一个人婴 也不知道深浅 这可怎么办呀 跟着跑过来的那个工人 一脸惊恐地说道 你先别着急 通知了冰冰没有 没有 我没有带手机 加上觉得找到了你就有希望 他反而不能做什么 就没有找他了 修路工人实话实说 同时 很多的村民也从家里冲出来 手里提着一根粗大的绳子 火急火燎地跑下去 吴凡 他们情况怎么样呀 饭水冰冲到地方后 因为跑得太快 喘气都喘不过来 不得不一边俯着心脏部位 一边弯腰问道 情况不明 也看不清楚 叫也没有反应 估计情况不妙 吴凡皱着眉头 忧心忡忡地说道 这可怎么呀 这可怎么办呀 几十个工人呀 饭水冰急得脸色惨白 冰冰 你先别急 事情发生了 还是要镇定地处理 反正急也没有用 吴凡轻轻地 在饭水冰的肩膀上拍了拍 来了 来了 吴凡 我们来了 就在这时 听到广播通知的吴小辉 和王国军率先冲了过来 手里提着扯骨绳 他们两个当时正好在家里 听到广播后 马上拿好绳子就来了 因为年轻 所以跑得特别快 所谓的扯骨绳 原则上来说并不是什么绳子 而是农村人自己用稻草编制的粗绳子状的东西 一般长五米左右 两头打一个结 用于把暂时吃不了的稻骨 从一楼扯到二楼存放 所以叫扯骨绳 虽然一般都三个手指头粗 但是因为终究是稻草编制的 所以承受能力有限 一般拉骨子上二楼时 下面的人都要远离 怕绳子突然断裂而被伤害 但是这种绳子却是农村里唯一能承受一两百斤的绳子 吴凡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 这个 好 快 把绳子接好 我要下去看一下情况 吴凡马上吩咐道 吴小辉和王国君马上把两根绳子接好 刚好就在这时 有离得近的村民也赶来了 手里都提着绳子 于是两个人赶紧把其他的绳子也对接起来 你们一边接 我来看一下到底有多深 吴凡说着 在一头绑上了一根树枝 就把这一头往洞口放下去 当接了二十根的绳子后 放入洞中的绳子才成了弯曲的形状 吴凡说道 到底了 二十根绳子 一根五米 就是大约有一百米 深 我下去看看 等一下 就在吴凡要下去时 刘天生却阻止道 这些绳子本身承重力有限 长度加大了 瘦力更加小 我看还是接双骨绳 保险一点 反正大家都带了绳子来了 吴凡想想也对 自己一米九的身高 体重也快一百八十斤了 绝对是一个壮汉 单骨的绳子还真有可能承受不了 于是他说道 对 对 有道理 赶紧接吧 人多力量大 现场已经有几十个人 各自行动 分别接好一截 所以很快就把绳子对折好了 你小心一点呀 饭水冰看吴凡要下去时 一脸的担忧 他最怕的就是吴凡出事 说句有些自私的话 工人死了 他会痛苦一阵子 要是吴凡死了 终生都要活在痛苦之中 没事 没事 吴凡笑了笑 然后开始往下滑 当看见吴凡的身影 渐渐的消失在黑暗之中时 所有的村民一颗心都提到了嗓子眼里了 大家瞪大双眼 死死的盯着洞口 怎么会这样呀 修这条路已经出了两回大事了 上一次要不是有吴凡 二十多个工人就要被蛇咬死了 这一次可是更加多人呀 要是出了什么事 他们的家人怎么办 这条路是不是有一点邪呀 邀请法师来做一下法才好 一个年纪大一点的村民面露优色的说道 其他的村民也连连点头 吴凡 吴凡 就在这时 突然有村民惊叫了起来 因为他们一直趴在洞口 却赫然看见 那绳子嗖的一声往回弹了一下 再去扯时 已经明显没有绷紧 而是松弛 这就说明了一个问题 绳子断了 吴凡摔下去了 如果他倒低了 自然会轻轻地松手 绳子就不会突然往上弹 吴凡 吴凡 范小冰神色大变 一边拍打着洞口 一边哭喊道 你可千万不能出事呀 吴凡 吴凡 你能听见吗 只是下面却并没有任何的声音 吴凡也像是人间蒸发一样 没有回应 当然让大家感觉到更加诡异的事 也没有听见吴凡落地的声音 难道是因为离地实在太高了吗 村民顿时荒作一团 有哭喊的 有跺脚的 有疯了式的转圈的 一个个都手足无措 刘天生用颤抖的手掏出手机 把打了报警电话 在拨打过多报警电话后 他强令自己冷静一点 不 不 等救援的人上来 至少都要过去一个半小时 只怕吴凡他们早就死了 于是他把衣服一脱 坚定地说道 快 用绳子绑几根树枝做椅子 放我下去 不行 存长 绳子断了 受不了重量 王国君指着扯上来的绳子说道 只见那中间明显的是 闸裂开的 切面有稻草刺出来 而且还是从上面一截断的 现在要下去的话 只能担骨绳了 更加容易断 不 不 我不能不管吴凡和工人的 我一定要下去 刘天生有一种慷慨赴死的凛然 抓起绳子就要往下跳 不 不 还是我去 我年轻一点 吴小辉及时拉住了刘天生 不 不 你也不能去 你手还有残疾 抓绳子都抓不住的 还是我去 王国君把吴小辉推开了 就要自己下去 慢着 就在这时 一道白影快速飘了过来 小雪 小雪来了 刘天生赶紧打招呼 小雪之前和杨令叶及林英在爬山呢 刚好那里也能听见广播声 于是马上赶了下来 只是太远了一点 所以现在才到 我下去 我身轻如燕 又有功夫 你们都别争了 小雪简单的说了几句 然后抓着单鼓的绳子 直接跳下了洞口 大家松了一口气 只见那三十几个修路的工人 正横七竖八的 也躺在泥浆中 不过 似乎一个个都没有了动静 你怎么样了 吴凡赶紧去查看情况 轻轻地碰了一下 最近的那个人 不过 那个人 丝毫没有动静 吴凡觉得奇怪 这泥浆起到了保护作用 应该不会摔死呀 再说呢 就算摔死几个 也不可能全部都摔死吧 突然间 吴凡身体一震 马上就明白了 这山洞中有毒气 难怪这些人会晕死过去 而自己却没事 只是闻到空气中的气味 有些许的不对 就在吴凡要给他们把脉 查看具体的情况时 却突然感觉到白光一闪 一道白影从上面下 小雪 吴凡马上就想到了这一点 因为在自己的印象中 只有小雪才能有那么好的身手 小雪直接落在了泥浆之中 紧接着 他还来不及高兴 就一头材料下去 他那雪白的身体 顿时就泡在泥浆中 变成了灰黑色 小雪 小雪 吴凡看清楚是踏实 赶紧上去 把他抱了起来 同时 他怕上面再有人下来 一样的会中毒晕倒 于是赶紧对着上面大叫 不要再派人下来了 我没事 我没事 不过听了一下 上面也没有回音 难道上面听不到自己的声音 那是不是刚才上面的人 也呼唤过自己 自己也听不到 没有回应 所以小雪再一次下来了呢 小雪 你怎么样呀 吴凡抱着小雪 躺过了十米宽的泥浆池 来到了一个干燥 一点的地方 然后轻轻地拍打着他的脸 想要唤醒他 见他没有任何动静 吴凡马上就替他把脉 还好 吴凡松了一口气 因为小雪只是昏迷 暂时没有生命危险 于是吴凡又赶紧过去 给几个工人把了一下脉 见他们的情况和小雪一样 都是中毒晕迷 都还有一口气在 怎么办 吴凡心里也有一点着急 看来 这山洞中的毒气的浓度 有一些大呀 要是时间长了 只怕还是会出现危险的 于是 吴凡一边把那些修路工人 抱到干燥的地方 一边在脑子里想着应对之策 不好 在搬那些修路工人时 吴凡才发现 有两个已经窒息了 原因是 他们倒下时脸朝下 埋在了泥浆里 必须马上把他们带上去抢救才行呀 吴凡看见了小雪下来的那根绳子 使劲地摇了摇 然后又是一声大叫 我是吴凡 你们听得见没有 看 看 有动静了 有动静了 上面的人看见绳子 在剧烈地晃动 兴奋地大叫了起来 对 对 似乎有人在叫 听见没有 一直趴在边上的饭水冰 也是激动地大叫 旁边的人顿时全部停止说话 竖起耳朵来听 果然 连刘天生也说道 有声音 一定是吴凡 于是他也对着洞口 用尽了力气大声地喊道 吴凡 吴凡 我是天生书呀 你们还好吗 不过很快大家都失望了 因为即使能隐隐约约地 听见声音 可是也听不出来 究竟说的什么呀 怎么办 村民眼巴巴地看着刘天生 桃园村发生了什么事 以前都是找刘天生 只是近段时间 吴凡有了神奇的力量 大家找刘天生才少了一点 现在吴凡自己都有了危机 当然就应该找村长了 怎么样了 怎么样了 是不是吴凡出事了 就在这时 三道有些惊慌的声音 传了过来 大家回头一看 原来是金发碧眼的 你家三姐妹过来了 你家老大探头朝山洞看了一眼 赶紧说道 小三 你去把发动机扛过来 老二 你让村长准备绳索 绑一个箩筐 我们把吴凡他们运上来 只要吴凡 还是清醒的就没有问题 各位听友朋友们 被窝故事继续连载精彩故事 如果觉得故事好呢 就点击订阅 点赞支持一下 你的支持是我更新的无限动力 想要继续精彩故事 请按照聚集顺序 开启下一集